我们对孩子的人生 应该有长远的规划 因为人生像一盘棋一样 像一盘棋一样 假如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常常都会举棋不定 假如我们在下棋过程当中 能够先看到三四步棋 甚至能够先看到五六步棋 这样的人生才会 才会走得从容不迫 如果想要看到十几步 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弟子规 这样经过考验的圣贤教材 无论父母子女都要依据圣贤教诲 父母要尽到自己责任 养不教父之果 要以身作则 子女要做到守孝剔 平常与父母相处时候 要仔细观察父母 想要的和不想要的 父母不喜欢的东西 我们应该尽量把它去除 父母指出我们有不良的嗜好 不良的习惯 我们自己应该立刻改正过来 努力把自己的德行基础打好 让父母能得到欢喜 我们好好落实弟子规 就一定能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我们想一想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认重而道远呀 我们今天如何能给孩子给一个幸福的人生啊 学习弟子规呀 不要找捷径呢 不需要求佛拜神啊 更不需要算命看相啊 更没必要找大师啊 不要怪风水啊 不要怪家庭啊 不要抱怨父母啊 自己从弟子规一点一滴上去落实 给自己一个幸福 给家庭一个安宁 给孩子一个方向 给自己一个灿烂的人生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弟子规是每个人必学 学会你就知道做人了 学会你就知道如何做父母了 学会以后你就变得有智慧了 你不要轻视他呀 一千零八十 一千一百 一千零八十个字 讲了一百一十三件事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习弟子规呀 认真学呀 这本经讲弟子规 太了不得了 太了不得了 我们经讲弟子规好像现在是不是已经来了 一千零八十个字 一百一十三件事 我们大家想一想 弟子规真要学 大家不敢轻视 我就怕你们轻视 认为弟子规是教小孩子的 我一看连麦的时候 我身上给我自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 三六雷防御措施 三六雷天天连麦的时候 我一听都是抱怨父母的 都是抱怨孩子不听话的 要不然就是抱怨丈夫的 哇 把那个仇 生世海一样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大错特错了 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 你有什么神仇大恨 同床共整的夫妻 你有什么神仇大恨 全世界75亿多人 请问我们最轻的就这几个 你还嫌他多 我们还给他找了那么多的麻烦 我们自己想想 今天我们把弟子规学好 再从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开始学 再从我们好用重新开始学 再从我们运气自查法则开始学 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的所有细胞里面 都散发出文化的味道 让我们都散发出幸福的味道 让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一次学习的机会 我们前进再前进 我们创造辉煌 活出自信 让我们家族兴旺 让我们人生尽情燃烧 让我们的孩子以我们为荣为药 我们光宗耀祖成为家族的贵人 孩子的福星 家庭的 顶良柱 那我们这个人生就没白学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真正要懂得呀 大家真正要明白呀 我们只有这样去践行 这样去努力学的时候 你才知道人生原来 幸福快乐 求自己就可以了 落实就可以了 你有什么看不出的弟子归呀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弟子归 对不对 全部是我讲的白话文 你连小学生讲的你都听不懂 那你还怎么学习呀 对不对 我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句 我都用白话文给我们大家讲解出来了 连小学生的讲的你都听不懂 那你咋办 对不对 我们听第四讲 身有伤疑亲忧 得有伤疑亲羞 这句话讲的是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使身体受到伤害 让父母担忧 不能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违背伦常的事情 以免伤害父母的面子 就像李某迪这件事一样 他妈妈都无言以对呀 别人对他母亲都是指指点点呀 为什么呀 丢屁人呢 我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人 经常会让父母很担心 这个身有伤 不是指身体受到伤害 还有一层意思 是我们的行为 不懂得踪迹手法 违背伦理道德 让父母 身心都受到伤害 颜面扫地 这就是我们大错特错 我们经常能看到身边的人 因为应酬而大吃大喝 我们兑烟兑酒 弄不好就会反胃 身上就会出疹子 所以一直没有碰过这些东西 那我们人生 那我们人生又怎么能做得好呢 你们看过去的父母总是担心孩子不吃肉 怕不吃肉就营养不好 可是现在六七岁的老人都在担心什么呀 担心孩子吃肉 因为孩子营养过剩 吃肉多了就会三高俱全 我们都知道由于饮食不大 肉吃的太多会导致胆固醇高 血压高 血糖高 所以我们这个身有伤 疑情忧 不单单的是指我们身体流血 或者受到意外伤害 就连我们暴饮暴食 大吃大喝 也会让父母为我们担心啊 谢谢 谢谢同行 谢谢同行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啊 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现在这个社会 三四十岁因为三高去世的人 屡见不醒 我遇到最年轻的脑血管疾病 半生不遂 只有十七岁呀 什么原因 这个孩子就特别爱吃肉 导致血管里头全是油 全是油 我碰到一位医学博士 问我 不吃肉会不会缺乏蛋白质 我对他说 在动物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马是长期吃草的 牛是长期吃草的 马呢长期吃草 奔驰万里体力很足 羊只吃草 可它却产出来的奶 含是高蛋白质 牛奶比牛 羊奶比牛奶还要优质 最适合人体吸收 还有驴也是吃草 吃黑豆 体力也相当足 丝毫不差 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 对不对 不管是吃肉吃素 都要适可而止 我们除了在自己的生活上 注意 我们更要学会的是 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不会控制情绪 容易急躁暴怒 容易做出失德的事情 父母同样会非常担忧 我看到一则报道啊 邻里之间为了一句话 就大打出手 伤了一条细命 一句话就亮出了这样的惨祸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经常讲课的时候也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集合造又控制住 你要不控制住 非常痛苦 非常伤心 我们今天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一直在讲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的区别在于 成功的人自律和自控能力特别强 自律是规范自己的行为 自控是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今天放纵啊 我们今天不懂得节制啊 才导致了我们人生 非常的不惜 真的是非常的不惜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认真学习 大家努力学习 大家呢 创造奇迹 让我们人生就要不一样 让我们人生就要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下功夫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要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才不至于惹祸啊 在我人生中 我就碰到这样一个实力 当时我在老家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在大使馆工作 是外籍华人 另一个小有成就 开了个公司 有次他和我提到脾气这个问题 我对他就说 你们两个人要学习中国文化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你们的人生道路就会很非常的顺利 要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人这一生 就会苦不堪言 我们知道的吴某凡 大家都知道顶流啊 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裤腰带 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把自己一辈子给毁了 你说人家吴某凡呢 还选飞呢 对不对 我们自己想一想 李某迪呢 那真的是才能啊 国际上拿大奖啊 一个嫖娼 他将来在这个中国 面对的就是社会性的死亡 完全就没了 那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能辛辛苦苦努力了几十年 因为一时的疏忽就把自己的人生毁于一旦 把整个家族就毁于大马 我们想想 这是我们大家要正正懂得和明白的事情 一定要清楚 不然的话情绪控制不住 行为控制不住 我们就会给自己惹麻烦 我们古人创造的忍字 很多都认为是心字上面加把刀不好受 实际这种理解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忍字刀子旁边多了一点 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其实就是指别人的拥点 当我们的心身产生了别人一肚子气的时候 你就要把情绪你的怨气都聚集到这个人的优点上 这个时候你的怒气横气就消失了 因为你看到了优点也就升起了珍惜心 同时火焰山就熄灭了 所以这才是人字的真正含义啊 我也告诉大家了 我也情绪不好 对不对 我过去脾气很大 我到最后再发脾气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不发脾气了 我干什么呀 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笑 放声大笑 努力的放声大笑啊 对不对 真正的努力放声大笑 把自己的情绪呢 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呀 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 给他们讲完以后呢 我这朋友就各自回家了 很有意思的是 回去以后都遇到了不同的情况 过了几个月 在使馆工作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我有个同事好像总看我不顺眼 天天找我麻烦 您讲要控制情绪 我觉得特别好 可是落实起来真的很难 我都忍了几个月了 觉得实在忍不住了 所以给您打个电话 想问问 来 我该怎么办 我就对他说了 别人骂你九句都忍了 骂你第十句你没忍 那等于前九句你都没忍 反过来我们讲 疯狗咬了你一口 难道你要跑去把狗也咬一口吗 我们要对狗恭敬原理 不要让他 来 把你咬了呀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既然只剩一句 你就让他过去不是更好吗 必定是你同事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再多想想他的优点 也就忍过去了 这个朋友一听 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就决定再忍一忍 外国人的思维心态 和中国人大不一样 我朋友的外国同事 经常长时间找麻烦 发现我朋友耐心这么好 心态这么好 对于他所做的事情这么宽容 而没有和他计较 就主动来找我这个朋友 赔一道歉 也说出了这一段时间 不友好的原因 原来是我这个朋友 在不经意间 拿过单位的东西回家 恰好被他看到 他觉得连这点小便利都占 谁知道还做了什么 有损单位利益的事情 他同事也是为单位好 就决定要在工作上和他作对 想要把他逼着去找领导 领导一声去 说不定就会把他调走 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后 我朋友也感觉到 非常的内疚啊 虽然自己拿单位的东西 是不经意见的 也确实是小事情 但是小结也会体现 一个人的人品 明白了 因此他更加注重自己的 一言一行 并且和同事 兵士前嫌 关系更近了一步 戏剧性的是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这个朋友还被提升了一级 可谓忍得了得福啊 忍得了就得福气了 所以我经常说 人把你亏了 天就把你补了 你怕什么呀 完全不用害怕呀 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却和第一个的经历 完全相同 他有一天去歌厅 喝了点酒 不小心踩了别人一下 别人就骂了他两句 他一下子就发了火 因为他平时喜欢吃苹果 口袋里经常装着 一把小水果刀 他这一发火不得了啊 掏出水果刀 就给了别人三刀 别人挨了三刀住进了医院 他也很可怜 犯了故意伤害罪 被关进了监狱 被关进了监狱 这是真实的事情 一个忍了一个没忍 到最后的结局 完全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一样 后来他的父母见到我说 他的孩子一直很听话 一直还不错 为什么能够如此冲动呢 其实这就是小恶习 导致终生遗憾的实力 就是因为喝了两种酒 人界酒性做了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失去了往日的欢笑 他的妻子父母 还因此受到了耻辱 因为被害的人家庭 跑到他们家来 骂他的父母 骂他的妻子孩子 孩子内心也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曾经一向以父亲为荣 可现在不仅父亲的高大形象没有了 甚至都没有脸 在别人的面前提起自己坐牢的父亲 因为喝酒 因为冲动 毁掉的不积极是一个家庭 还毁掉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今天看李某迪 李某迪 吴某凡 复旦大学嫖娼事件 选妃事件 我们就知道 他不光是毁掉了自己 毁掉了一个家庭 把他的人生 完完全全 自己挖坑 把自己害死了 我们想一下 我们今天学习 中华文化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践行践行 落实落实啊 践行践行 落实落实啊 真的要懂得 不要小看饮酒 不要小看发火 很多人对我说 秦老师 我发火是发火 但我心很好 我经常说啊 心好脾气坏 你也不是好人 我们不要找借口 要不很多人跟我说 秦老师 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说你是刀子嘴豆腐心 那你也是烂豆腐 臭豆腐 决定不是好豆腐 我们今天不要甩锅 真正的找到自己错误的原因 加以修正 活出精彩 让我们人生不一样 大家努力学习啊 大家努力学习啊 加油啊 认真的看呀 教育孩子的方法 今天的书有签名呢 因为我周六要去库房 周六要去库房 现在的好用 重新开始和 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 这两本书 是有签名的 现在还是有签名的 大家需要的话呢 是可以下单 至于啊 论语啊 预见智慧啊 做个有福人啊 运气提升法则呀 十六号是弟子 敬讲弟子规 这些书 大家需要签名呢 你下单的时候注明 或者我给工作人员一说 你们就要等的 一直等到 我给大家签完名 好用重新开始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签名了 一直在到双十一结束 双十一晚上十二点截止 但是呢 签名的书呢 上乘运气学 运气自查法则有啊 我们的运气自查法则 运气自查法则是 我们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是运气自查法则 这个书呢 都要到周六 到周六签名 到周六签名 大家要下单就下单 但是呢发的可能就晚一点了 我也是为了你们看书 你们只要看 我就给你们签名 我累点是累点 但是我希望你们真能看 真能认真的学习 没有了 名字尽情没了 这书说没就没 我们现在的好用重新开始 也就剩了五百本 好用重新开始 也就剩了五百本 这个书啊 不光是自己学 送给朋友也很好 真的是这样 恩典商城也是一样 恩典商城 小房车里面 淘宝全部都有 全是一样的 全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懂得 要明白 你看我们双十一活动 都没有宣传签名 为什么 我签不了 签不了了 因为疫情 出去不好 出去 因为周六定的 周五要去开会 周六可以去库房 正好签一签名 这一堂签多少 不知道啊 大家拿到这个 签名的书 也是我对大家 满满的祝福 更是对大家的感谢 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我在弘扬 中华文化的过程中 不孤单 恩典商城的书也签名 是好用重新开始 和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 这本书 好不好 这是我们大家 要真正懂得和学习的 我们今天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 让我们人生 不一样啊 我们一定要为成功找方法 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我们就因为太爱自己 太自私 太要面子 太任性 才使我们人生道路 步步受挫 处处受阻 我们还不明白 总是认为 都是别人的过错 实际 错就在自己身上 所以上面讲 身有伤 疑亲忧 得有伤 疑亲羞 没有哪个父母 出门敢说 我儿子是杀人犯 我女儿是抽大烟的 可很多父母都会抬头挺胸的说 我儿子是大学生 我儿子是研究生啊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给大家讲的这两个实例 清楚的说明 在处理事情上面 控制情绪上做的不同 结果也大有不同 这个开公司的朋友 身也受伤了 德也受伤了 父母觉得很羞愧 教育出了如此暴力 没有爱心的孩子 让我们痛苦啊 让我们痛苦啊 以前的书啊 昨天晚上的书有签名 以前的书没了 以前的书没了 只要说签名的都会签名 没有说的几乎不签名 一般签名的书 都是提前通知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面 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父母乃至祖先的面子 不光是我们出门在外 开车坐车注意安全 饮食上也一定 慎重饮酒 切记暴饮暴食 现在很多人因为别人请他吃饭 不用花钱 就使劲吃 没想到因为有贪图之心 导致身体受到伤害 我每年都做身体体健 身体特别好 没有哪一项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生活规律饮食有度 早上还经常读书 医生也说早上读书会锻炼肺活量 肺主皮 所以我气色才这么好 我到现在为止 我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坚持 都还是坚持读书 都还是坚持读书 16号是金奖弟子贵 我们今天要想一想 我碰到一个父亲对我讲 秦老师 我今天学了你讲的课的内容 我才知道如何做父亲 感谢大家 现在这本书都13本了 我们这本书呢 应该现在 库存500本 应该现在剩下了也就有400本 因为昨天晚上好像有60本出去了 今天已经给大家发了 有60本出去了 这个书呢 应该现在剩下来最多也就400本 这一笔书说完就完 因为疫情 可能这个物流啊 这个发货都是不容易的 都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书到了一定要看 认真的研究 看里面的内容 看里面的内容 希望这一本书 几十块钱 我们只要用心去看他的内容 践行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将是无价之书啊 因为他的知识 他的内容 不是花钱能买到的 今天晚上大家下的单 给大家正常签名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努力 要去做啊 你不努力 你不去做 肯定不行 好用从心开始是上下策 是两本的 上下策 我经常遇到很多报道 说现在30多岁的人 新更40多岁的人 得心脑血管疾病 处于一种上升趋势 我内心很正开 都是中流砥柱的年龄 都是正为社会服务 做贡献的年轻人 却躺进了医院 我们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事 可是妻子怎么办 年迈的父母怎么办 不可能认为身体是自己的 就可以思义妄为 想想身体发肤 受制欲父母 切感伤身乎 我遇到很多家庭 父母七八十岁了 身体都很健康 但是呢 子女却很年轻的就去世了 我就遇到一个最惨的老人家 今年70多岁 三个儿子全死了 老人家见我的时候 很无奈地说了一句话 没办法 儿子死了就死了 幸好还有孙子陪我 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国瑜 白法送黑法人 我们今天照顾好自己 真的是要下功夫 你真要明白 你真要懂得 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感谢我和良游 你经常都是榜一 你经常都是榜一 你经常给我发个地址 我给你写副全家福 我今天还没有亮朋友圈 今天下午刚写的 刚写了一副 到时候快递给你 我们今天 真正懂得真正明白以后 我们就知道 学习 这句话让人听着很心酸 老人家实际都不想活了 可是他觉得自己死了 没人照顾孙子 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的情绪波动 我们缺乏忍受力和不爱心 就会给父母 给整个家庭带来致命的伤害 就会带来致命的伤害 我们自己想想 我常对朋友讲 不要把自己的嘴当成绞尸鸡 不要把自己的肚子当成焚尸场 我们今天 要有磁心 要有爱心 爱护自己的身体 现代人其实最不会享受 奢侈的饮食 只会点少我们 正常的寿命 让我们的人生 痛苦不堪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一堂课讲到这个地方 下一堂课更精彩 我们继续努力学习 敬讲弟子规 让我们落实 弟子规中的内容 让我们过得幸福 快乐 让我们过得自信 自立 自强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十分钟 以后继续回到课堂 大家可以喝点水 对不对 上个卫生间 这个调整一下情绪 大家想一想 听了这一个小时刻了 对不对 我们听到哪一块了 觉得自己哪里 哪一点没做对 我们如何去改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